旅日排球好手陳建真 和電眼雙胞胎劉宏 劉宏傑 三人回到台灣難得同台亮相 但比起在家鄉相見 三人在日本征戰時 對決碰面更有種奇妙的感覺 賽前的時候我們就會 彼此遇到就給了一個眼神 說等一下走著敲 不是啦 是比賽就很好比啦 比賽好好比 然後就比完之後 就會可能會互相觀察一下 然後就會講一下 或是打到一半被換下來 我們就會互相關心一下這樣 一開始來的時候就蠻常跟 剛才我這樣講說 練習上面就 隊友可能跟你的相處可能會 有點冷漠 會冷淡你這樣子 後來就越來越相處 越來越好可能他們比較 跟我們一樣比較 那種慢熱型 反台之後雙胞胎在左訓中心 為八月的亞洲盃做準備 儘管中華男排無緣前進東京 但奧運級的秘密武器 也幫助他們未來持續前進 我真的有穿 對 我穿 我很喜歡他的左右的穩定度 然後跟起跳的順暢感 對 這讓我感受比較明顯 對運動表現多少 如果是舒服的話多少 會有一些就是成長吧 以日本選手為出發點去做的 那日本選手因為跟其他的 歐美的國家主要他都是 身高比較矮 所以針對這次跳高的部分 去著重他 那另外就是說跳高了之後 怎麼樣讓他穩定 除了訓練 回到台灣 當然要應景端午節一下 見面會特別和球迷一起做香包 只是這手藝 國小好像有縫過枕頭吧 枕頭 就是 不是 就是 加政客 但應該不難吧 確定 不知道 做了才知道 沒辦法 我們對手藝方面比較欠缺一點 我們還是會 就是啊 盡力去做 最好看的一個香包 送給大家 祝大家動物節快樂 會 會 未來TV新聞採訪報導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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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